不科幻电影,讲述了一场大瘟疫,几乎夺走所有女性的生命,可男人却无伤无损,以至于地球变成男性丛林的故事,我的生命之光。 自从女儿小步出生后,身为父亲的男主就带着他夺到了树林深处,过着影视的生活。 原来,十几年前,人类遭遇了一场只针对女性的奇怪瘟疫。 在这场瘟疫中,男人完好无损,安然无恙,女人却相反,他们先后被感染致死,消亡殆尽,只有极少数的心育儿能存活下来。 过后,幸存的女人被男人当成了宾威物种般,集中圈禁在地堡中,他们自私地把这些女人当成生育工具,逼迫他们为人类继续繁衍后代。 女孩小步就是其中一名幸存者。 男主不愿看到刚出世的女儿引沦为生产囚怒,就将她装扮成男生,然后妇女俩背井离乡,隐姓埋名,握起了荒野生活。 白天,男主带着小步外出找食物,叫他读书识字,传授他野外生存法则,让他学会独立生存的能力。 晚上,他在营地的四周设下报警装置,防止有人偷袭,抢走女儿。 就这样,在一夜又一夜的心惊胆战中,妇女俩十年如一日半熬了过来。 这一天,有个流浪老头摸到营地,他一眼就留意到小步,并夸小步长得眉清目秀。 这顿时让男主警戒了起来,于是,老头离开后,妇女俩就再次举家搬迁,另寻一处安全的地方。 之后,他们走走停停,来到了一处人际罕至的小镇郊外。 在这里,两人发现了一栋废弃的房屋,小步不想要在风餐露宿,就提议住进去。 一开始,男主并不同意,他担心目标太大,被人发现,可最后还是耐不住女儿的哀求,就答应住上几天再走。 进来后,男主发现,这个屋主原本是一对母女。 而小步也看到房间里有很多玩具,甚至还有女孩的衣服,他十分欣喜,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少女梦。 和当男主看到小步穿裙子时,却怒斥了他,要他马上脱掉。 为此,女儿很不高兴。 过后,男主在屋里做了防御措施,还设计了一条逃脱路线,以防万一。 接着,两人来到小镇领取物资,现在是实行配给制度,只要有政府颁发的配给证,每个公民每月都能领到一些日用品和食物。 领完离开前,仓库管理员说了一宗大新闻,前段时间,科学实验室制造了一名女婴。 听完这些,男主就带着小步离开。 在回家的路上,男主犹豫了一番,还是决定委婉地告诉小步,婴儿并不是制造出来,他得由男人女人共同结合后,才会诞生。 哪知道,这些事儿小步早就从书里看到,他完全明白。 隔天早上,就有几个陌生人鬼鬼祟祟地朝小屋这边走来。 原来,在小镇上,他们已经发现了小步的真实身份,就想来抓他。 于是,妇女按照原先设计的逃生路线,有惊无险地逃脱。 虽然夺过一劫,但因为走得匆忙,他们把很多东西都落在屋里。 现在寒冬将至,男主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,就决定带小步,夺到祖父的故乡。 在那里,祖父给他留了一栋远离喧嚣和人烟的郊外农舍。 路上,有位好心的小伙愿意载他们一程。 在车里,小伙跟男主闲聊。 说到他之前曾经给那些囚禁在地堡的女人送过食物,他们被人严格地看守着,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 听完后,男主为了女儿的安全,就抢走了小伙的车。 接着,妇女独自开车上路。 又过了好几天,两人终于到达目的地。 可知栋老房子因为荒废太久,所以四年前就被三个老人霸占。 汤大叔就是三人中的其中一个。 他看到男主带着一个小孩,外面也天很地动的,就让他们先暂时住下来。 进来后,男主并没有因为老人的善心而降低戒备。 他从小在这里长大,也很熟悉附近的地形,就还是按照老规矩,先设计好一条逃生路线, 并在树林里着了间小木屋,做避难集中点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,三位老人很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妇女。 女儿在这里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。 他不仅能彻底放开,肆无忌惮地玩耍,还能听老人给他讲一些新鲜有趣的故事。 这一天,汤大叔找到男主。 原来,他早就看出小布是女生,并直言不讳地质问男主, 小布到底是他亲生,还是偷来抢来的。 事实上,汤大叔原本也有一个三代同堂的幸福之家。 可在那场瘟疫中,他家九人,包括妻女、孙女都死了。 其中一个,还是被一群禽兽活活地折磨死。 所以,当他发现小布的真实身份后,就把小布当成自己的亲孙女般疼爱保护, 生怕他落入坏人之手。 汤大叔也好心地告诉男主,一阵不远处有一个女性庇护所, 他觉得,小布现在已经长大,再继续跟着男主颠沛流离, 东躲西藏也不是个办法,躲得过一时,躲不过一世。 所以,让他去庇护所生活,或许是一种更好的保护。 但男主不放心,他担心庇护所的安全性。 隔天一大早,一伙坏人忽然冲进屋子,原来,有个贪生怕死的访客跑去告密,说出了小布的身份。 坏人冲进来后就杀了汤大叔,男主则要小布按照计划逃跑,而他自己却留下来拖延时间。 最后,男主寡不敌众,正当他快要被杀的时候,已经逃走的小布居然冒着危险回来救下他。 之后,妇女躲进了小木屋,男主也因为身受重伤昏了过去。 就在昏迷期间,他梦到了妻子,想到妻子临死前要他好好保护女儿的顶嘱。 所以,男主凭着这点意志力,撑过了危险期。 醒来后他发现,女儿真的长大了。 就在他昏迷不醒的这段期间,小布不仅单独一人出去找物资装备,还做饭照顾他,帮他清理伤口。 而男主经历了这些后,也决定,听从汤大叔的建议,带着女儿前往庇护所。 虽然他也不知道,这要做到底是对还是错,但这却是他唯一能做的,且能给予女儿最好的一个安排。 他只希望,小布能找寻到一个更美好,更安全的未来,因为女儿是他生命里的一道光,那道要用生命来守护的光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,我是舒适,我们下期再见。